南韩男团播以Next Door 于去年推出并由Giko担任总制作人 因此被称为Giko亲儿子 基于Giko和P.O.一起出演网络节目 P.O.就透露自己曾问过Giko 如果现在孩子们谈恋爱的话会怎么样 但Giko就回应现在好像还不能谈恋爱 绝对不行 然P.O.立马提出质疑 哥之前不就有谈过恋爱吗 隐晦的窥Giko曾和雪茜谈过恋爱的事实 引起现场一阵爆笑 而Giko之后则回应 我没有阻止过他们恋爱 只不过是说出了我的想法 就像P.O.说的那样 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才会这么说 超像老父亲的言论 也能看出他对自家孩子们的关心 是最后的一位